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迟疑的看着我 我看着她 她说我明天可能要加班 像王炸这样不确定的人实在是太讨厌了 喂 大侯 你看见我在群里发的信息了吗 看到了 你明天有空吗 我想先问几个问题 明天有几个人 几个男子 几个女子 从几点到几点 水果 什么AA还是离情 为什么是去你家不是去我家 我可以带我的女朋友吗 我有女朋友的妈想来可以来吗 我们可以空手来什么都不带吗 我认真的回答了他们所有的问题 最后还像一个专业客服一样露出一个他们看不见的微笑 听明白了吗 嗯 我考虑一下 啊 走开 我明天不加班了 可以来 好好好 明天假啊 王炸的到来让我重拾信心 我一定要乘胜追击 哎 毛台 明天来我家聚会 好 球球来我就来 哎 球球 明天来我们家聚会啊 明天来我就来 啊 李星 明天来我家聚会啊 我没问题 我不投来我就来 但是别叫毛台啊 我俩刚分手 见面太尴尬了 你 你等一下 我用本子记一下啊 我有时间啊 怎么能来吗 他来我就来 那个球球过来吧 我先女友跟他不对付 跟他见面有点尴尬啊 行啊 毛台和球球来我就来 李星 二不来就行 他和毛台刚分手 我俩就在一起跑 跟他见面了 靠 没关系这么复杂 在陪跟我选剧吗 土哥 我算了一下 明天我大姨妈要出车祸 我不能来了 我彻底的失败了 土哥呀 聚会有帅哥吗 有有有有 那你把他照片放过来 我开一下呗 于是 我重新拾起了被我遗弃多年的PS技术 把一个臭屌丝 拼成了小鲜肉 nice 我突然意识到异性的重要性 于是我又花了半个小时 把小美包装了一下 这就是人性了 土哥 你猜怎么着 哈哈 我没有大姨妈 为了迎接美好明天的到来 我打扫了房间 购买了零食啤酒 提醒所有人 早点休息 第2天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大门一直没有被敲击啊 我知道 我必须做点什么了 哎 出门了吗 快点哦 怎么样 过来没有啊 你来的时候不用带什么东西啊 都准备好了 抱歉啊 土哥 我想了一下就我一个女孩不太好 要不下去吧 我发誓 以后再也不组织朋友一起聚会了 他们不配 笑笑笑 短 陈祥六点半 有个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